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疆距离河南三千公里 让人意想不到 作为地方剧组的玉剧 竟然在新疆也有着一方舞台 从河南远行到新疆 这是兵团玉剧团扎根这片土地的第65个年头 这条路虽远 但我们始终坚持往前走 一 二 三 四 五 我们兵团玉剧团是1956年逐建于河南洛阳 1959年集体制边近江 除了演绎经典的传统优秀剧目 我们也融入了新疆的音乐舞蹈的元素 很受大家喜欢 好好听一下 往这个斜角看 眼睛一定要瞪大 咱们这次演出啊 我们换个方式 之前都是我们当主角 这回我们当回配角 一 二 五 像这样的夏季层演出 我们每年都在200场以上 新疆的地域很大 不像在内地一会儿就到 基本上是一下去啊 都是至少半个多月 甚至一个多月 每次去演出 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次远行 你们干嘛呢 是不是想学渔剧啊 想 我特别喜欢渔剧 每次渔剧团来演出 我都会到现场看 我长大也想当一名渔剧演员 小姑娘们 以后这个舞台就是你们的 你看这么多人喜欢渔剧 其实是对中华传统 人化的热爱 每一次远行 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 创作敌感 这些年我们创作了 天山人家 隔壁母亲 九尤公主 都是在用渔剧演绎 发生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来 加把劲 来 一 二 高 进牧场连队 走边防哨场 日行千里这都是常事 只要群众想听戏 不管距离再远 我们也要把戏送到那 那团 我们在外面寻遍 马上就回去 好 那我们等你们 阿拉克别克河 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结合 在祖国最西北 荒无人烟的边境线上 户边员马军武和妻子 三十六年如一日 以少舍为家 风雨无数地在边境线上寻边 护离 解游公主的故事 新疆人都很熟悉 两千多年前 他从古长安远赴西域 胡村国和亲 从那个时候起 新疆就纳入了中国的版团 同肯书编两千多年来 意志未断 这种精神几千年来 血脉相承 生生不息 这也是我们兵团人 七十年来所坚守和弘扬的 有很多事 虽然很难 但总有容易去做起 就像这一次创造的那样 社会运气 万家得团圆 不了解预据的人 会觉得预据土 正是因为带着土气 预据土在新疆 没有水族不服 相反 他像大漠胡扬一样 把根深扎了下去 中国有56个民族 但是我们都认为 自己是中国人 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这是因为文化的认同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预据发展了七十年 我从小就是听着 预据的旋律长大的 长大后才懂得 预据里藏着的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预据在台湾 就是从眷村走出去的 1953年张秀云大师 率预据团在高雄左营落地扎根 迅速风靡全道 当时一把板壶唱到哪里 就把感动带到哪里 当时这个地方好多的老兵啊 这些老兵一直在凋零 一间房子就住了四位老兵 跟他们聊起家乡 是一种喜悦开心的 讲到父母亲的时候就掉眼泪 他们一生在外 一辈子当游子人 我不能让他们一辈子当游客 比如说我是河南人喜欢听起来 就是普通的当兵才先 喜欢听起来 对了 这些年 我拜访了很多老一辈的台湾语剧演员 听他们说 眷村台上四郎探母 演到四郎磕头叫娘的时候 台下老兵齐刷刷向北磕头哭声一片 在两岸隔绝的几十年里 对于老兵 语剧就代表着故乡 语剧唤醒的是老兵们 深藏心底的乡与 而祥和里社区的里长刘德文 则完成了他们落叶归根的夙愿 哎呀到家了 来看一下 二十多年来 刘德文带着两百多位来台老兵的骨灰 跨越那浅浅的海峡 回到了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中国 是因为跨越五千年 我们的文化之根从未断裂 就像那湾浅浅的海峡 虽然风在变 雨在变 但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 和新离归属 却从未改变 这里就是长相遇先生的故居 一百年前 长相遇就出生在这个窑洞 刚刚唱红的长相遇 在外地演出时 听说一一落河水暴涨 他决定一眼捐资羞霸 那一年的十八岁 这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卷责 从第一次到以后的一次任务 他把人民是青年娘 掀起是好朋友 唱成一首永恒的歌 新疆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与八个国家接壤 预计在这片土地的传播 是文化交融的见证 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预计只有用河南话唱 它才有浓郁的味道 溜达歌江华 预计在台湾 已经传承到第四代 他们或许出生在台湾 在这里长大 但不管走多远 都不会忘记 我们的根在哪里 刘大哥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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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放置 在海家園 白天去中地 夜晚来后面 五分昼夜 心情把火干 僵尸们 才能有这赤火船 那要不相信啊 请我这身上看 咱们那鞋和我 还有一火山 千真万贤 可都是她们的眼 外国人或许很难理解 中国人的家国情 为何如此深沉 这是因为五千年来 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动荡 我们深知 国家统一 民族统结 是足足备备 都要用生命去捍卫的事情 看懂欲据 就会懂得中国人家国情 不止在戏里 更在戏外 我们下一个世界 都要用灯的事情 我们下一个世界 都要用灯的事情 我们下一个世界 感谢观看